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都互有犯错误的这种时候吧 所以说也是到了决胜局两分的分差才决出胜负 所以说就是在关键时刻或者领先一两分的时候 这种处理上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去解决吧 在这种选择上的这种问题 所以说包括临场的这种判断 洞察对手的这种能力自己其实都是还不够的 还需要像其他龙哥他们这些去学习吧 其实自己也是在2比3落后的情况下 而且高原当时是实际上追上来的 当时是14比12秒下 当时的这个状态感觉 其实自己2比3落后完事以后那一局也是7比4落后 当时的这种心态肯定是放手一搏那种 也是想着去坚持 希望对手能有犯错误啊 坚持到对手有给自己这种犯错误的机会 所以说最后还是能赢下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自己这样的比赛自己经历的还是很少 这个冠军呢 也是你的第一个大队比赛男男冠军 你觉得这个冠军跟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意味着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去面对自己的这个单打吧 从19年自己拿了第一个单打冠军再到现在 我觉得这两年当中自己感觉心气肯定会有一些被磨平吧 可能在打之前感觉 所以说能让自己拿到这个单打冠军 会重新让自己有更多的动力吧 去跟他们去对抗啊去交手 拿到这个冠军以后会给自己的巴黎特斯 您更多幸福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冠军都会给每一个运动员增添很多的信心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战比赛结束了 然后要到新年自己有新年愿望吗 新年愿望还是希望疫情能够尽早的结束这样疫情的这种生活 让大家重新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当中吧 不要有恐惧啊这种外出恐惧的这种心情 也不要有这种被锁在家里的这种 这种不开心的这种心情吧 希望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谢谢儿了 请多谢те打赞 惊喜 我们可以帮你央到一个人的发行 请不吝点赞 坐屋 就在台湾上 我就有一个人对这种心情 选择 总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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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